最後跟大家講講入最輕鬆的 大家在6月10日開始 日本6月1日開始 其實現在已經開始試 已經開始放寬各國境的限制 日本開始歡迎旅客來到日本 最初期是需要親身簽證的 簽證需要申請 而且需要旅行團 現在聽說新加坡、英國、美國 都是在日本參觀的 但岸田文雄昨天就說 6月10日就會進一步放寬 包括每一天的入境數字 會由1萬升到2萬 即是一個quota 第二,他就說初期是需要跟團的 即是需要你的行動 需要受到一定的規劃 不可以做到自由行 就是初期 他強調是初期 即是中期後期 慢慢大家可能就會出現自由行 第二,他就說 會將全世界各地區分成三個顏色 其他藍色是一個低風險地區 可以在10日後 這個地方的居民 這個地方的公民 就可以去日本了 他需要做核酸檢測 我沒有說要打針 但不知道是不是要講漏 之前一直說出來 日本要你打足針才可以去 如果你打了針 本身也是日本成型的針 而且有了核酸檢測 接著就暢了日圓 於10日有機會跟團去日本 這一個我相信香港人起沖旺外 也相信很多香港人 都要出現一個去日本的潮流 日本會不會有一些好新的物品 我們其實已經是遺忘了的呢 因為我們之前比較多 在日本帶一些特別的藥品 食品回來的 最近我們少了 不是少了,這兩年就沒有了 會不會我們再去的時候 發現日本已經不同了 賣的東西更加新奇 大家可能很期待去日本 今天就趕來講一個 首先我們有一個很良好 和很正面的願望 我們盡快可以去日本 跟著也希望 我們日本回來香港的時候 七日隔離措施可以放寬 現在呢,雖然陳肇始終已經準備了 他就加了這個酒店 隔離酒店 即是大家去韓國好 去日本、去新加坡、去泰國 去越南玩好 回來的時候呢 你需要住七日隔離酒店 陳肇始終已經準備好 就有二萬多個酒店的病房 不是,酒店的房間 隔離房間 等大家回來的時候使用 但是香港人其實不止的數字 香港人如果暑假 今年暑假特別一點 學生的暑假很短的 因為他本身呢 就是將復活節隔調了 就是復活節前調了 將復活節前的節 當了暑假放了 今年可能很多學校呢 暑假變得很短很短 未必夠時間去日本玩 回來還要隔離七日 未必夠時間 但如果夠時間的話 大家要記住了 在數字上 你要看看 回來預訂酒店房 會不會比日本更貴